天马哥运动越来越风行 而2016年葛马兰追风挑战比赛 周日在投城来登场 吸引2000多位来自各地的好手来参加比赛 挑战103公里 同时也保览南洋平原的三海美景 让选手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哦 3 2 3 一年一度南洋平原最具有代表性的2016年 葛马兰追风挑战赛 周日早上7点在务实港盛大登场 吸引来自国内2000位爱好自行车的好手来参加场面盛大 这个空气非常好 天气也非常清爽的一个天气 来举办这个越野当作挑战赛 我代表我们托人阵来欢迎各位 来到我们这个山海的小镇 来欣赏我们托人阵非常美丽的山跟海 还有我们原先的美丽的风光 非常欢迎各位欣赏的市场来叫往托城 来探索托城发掘托城的美丽 跟他一个非常宜人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 再次感谢我们各位今天所有事业的参与 祝各位选手今天都能创造出我们自己理想的佳姬 能够表现出我们在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季节里面 能够跟托人做一个非常好的交流 这次的比赛分为全程103公里 以及半程的38公里 属于平原追风搭配部分爬坡挑战系列赛 不仅达到运动的效果 沿途还可以领略投城郊西 武捷罗东三星等乡镇的山水田园之美 一来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